学校本是一种为教师及学生提供教学环境的机构 但你有想过一所学校 是为了把人训练成乖乖听话的棋子而存在的吗 它就像是一个青少年的集中营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集中营只会伤害你的肉体 而义兰学校则会连同你的心智和灵魂一起磨灭 14岁的埃里克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让他醒来的不是噩梦 而是两名陌生男人懵压胸口的压力 埃里克可不是睡在肮脏的街头 他睡在自己安眠多年的睡房里 但此刻熟悉的房间却因两名男子擅自的闯入而显得格外可怕 埃里克放声尖叫 不停地呼喊着父母 但回应他的做房子的沉默 及男人的咒骂声 其中一名男子拿出碎布 塞入他的口中 另一名男子则用胶带捆起他的四肢 接着 他们扛起埃里克弱小的身躯 驾轻就熟地步出门外 将他像杂货一样丢入小货车的后车厢 并扬长而去 颠簸的车厢 漆黑的环境 未知的恐怖 这一刻 埃里克以为自己成了虐杀骗的主角 父母被杀 自己也被列入杀手的虐杀名单内 然而 可悲的是 埃里克在往后的日子里 总反复懊恼着 自己当初为什么不是被连环杀手给抓住 其实埃里克的父母并没有死掉 相反的 正是他们打电话派人抓起自己的儿子 带走埃里克的男子也不是罪犯 他们受聘于一间青少年护送公司 法律赋予权利 让他们可以这么做 而埃里克的目的地 不是什么杀人魔的屠宰场 但它 却比那里更加恐怖 一栏学校 踏进一栏学校的那一刻起 你将失去所有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 以下 我们将以一栏学校的旧身所提供的部分校规 来让大家初步了解这所学校 1. 说话不可太小声 2. 说话不可太大声 3. 不可未经授权与同阶层的人说话 4. 不可说话太多 5. 不可说话太少 6. 禁止性接触 包括与异性交谈 7. 禁止看着异性 8. 禁止被某人所吸引 9. 禁止往外面看 10. 禁止往地板看 11. 禁止做出负面肢体语言 12. 禁止对侮辱做出反应 13. 禁止阅读、写作与画画 14. 禁止睡眠时间过少 15. 禁止睡眠时间过多 16. 禁止未经许可微笑 17. 禁止无笑容 18. 请迎合上层人士的玩笑 19. 禁止于指定用餐时间外进食 20. 禁止不进食 21. 禁止试图逃跑 22. 禁止任何形式的身体接触 23. 禁止产生不好的想法 24. 禁止表达任何意义 你发现了吗 这些校规的重点根本不再维持秩序 而是要让受害者无所适从 令学校能够完全掌握 惩罚被害者的权利 被害者唯一能做的 就是用尽千方百计讨好上级 一览学校 为了让这个操控更加立体 所以实践了分级制 刚入学的人 会被归类为无能者 且必须通过一连串的考核 才能晋升为有能者 但即使是有能者 面对的校规本质还是一样 只是比无能者好上一点罢了 好比说 无能者的洗澡时间只有三分钟 有能者却有六分钟 在我们这些正常人的眼中 会觉得这一样是压榨 但在一栏学校的学生 却已经将其当成一种至高无上的恩惠了 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心理操控技巧 这种剥夺基本人权的假规矩 虽然在外人看来会觉得荒谬至极 但在学校的学生们已经麻痹了 只要规矩一出现 即使不合理也会被认为这是有理有据的 校方透过剥削学生的基本人权 和设立竞争阶梯 来摧毁他们的心智 让他们陷入了争取阶级 来满足自己零被尊重的权利 从而使他们遗忘 这些权利本来就是我们应该拥有的 根本不需要借由竞争或表现来取得 当然 一定会有聪明的学生看穿假规矩背后的逻辑荒谬 对此 一栏学校是如何处理的 这就要提到为何一栏 被称为邪点集中营的原因了 一栏学校是一所互相批斗 互相监视的邪教学校 一栏学校的刑罚 主要有三种 学生会议 尽死己过 与还 每种轻则 令学生精神崩溃 重则 甚至已惨死收场 刑罚一 学生会议 所有刑罚除了有老师执行外 还有调留者从旁协助 调留者是一群比有能者更高阶的学生 他们都是通过大量的选拔及考核后 才成为其他学生的监察者 每天 调留者会站在一个小台阶上 拿着一块记事板 写下同学的不良行为 像是过度微笑 或是说太多话 等等 被害者 最终都会成为加害者 这些被洗脑到发黑的调留者 有不少在毕业后 人自愿留在亿兰学校做老师 继续虐待且剥夺人权的工作 以下 我们举出一格学生会议刑罚的亲身经历 苏西因为连续数天 被调留者发现 他望着迈克、史蒂夫与桥 这本是在青春期的正常行为 但在这里 触犯了禁止性接触的条例 于是 某天早上 老师便喊道 学生会议将在饭厅举行 苏西却站到所有同学的前方 其实 学生会议 就是一场批斗大会 苏西很自然地想要反抗 逃跑 但两名叫健壮的调留者 便会假手假脚 把他捉到台上 并且把一块写着档妇的牌子 挂在他脖子上 等到六十多名学生到其饭厅后 老师便会开始摧毁苏西的心灵 看来我们学院 出了一个小骚货档妇 你有什么想跟你的同学说吗 我们都知道 在你被送到这里之前 就已经是个骚逼见货了 对吧 各位 老师还刻意停下来 让学生们发出嘲笑声 在场 想把苏西操死的人 就举起你的手 当然没有人举手 心生是因为出于恐惧 而救生之道 举手绝不是一个好主意 看见了吗 苏西 这里根本没有人想要操你 你知道我们处理过多少妓女吗 你不是第一个 当然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必要 继续当个骚逼见货的话 我们可以替你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我们应该替她穿上妓女服吗 我们应该在她的脖子上挂一块招牌 我喜欢被男人试奸 苏西一定会爱死这个 现在 让大家试出 对苏西的感受吧 老师命令饭厅中的六十多名学生 在苏西面前排队 并轮流朝她吐口水 等到六十多人差不多吐完时 老师便会让被性接触者站到台上 迈克、史蒂夫和乔 必须在老师和所有学生面前 吐露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苏西是个骚逼 见货 她不该这样望着我们 看着自己欣赏的异性 真的有错吗 在一栏学校里 他们必须说服自己 这是错的 刑罚二 禁思己过 禁思己过顾名思义 就是独立囚禁 但一栏学校的囚事 远比你所想象的还要狭小 就只有一个墙角这么大 学生会被五花大绑 在一张椅子上 望向白色墙角几天 或好几个星期 千万不要小看 独立囚禁的恐怖 因为人类的大脑 其实不太喜欢控制太久 当长时间凝视着空白的墙壁 四肢却无法动弹时 大脑并会不断脑补出 各种无法想象的幻觉 那些幻觉 可能会对受害者 产生无可挽救的精神损伤 有一些毕业生回忆起 曾看过不少男生 度过数个月的煎熬后 神志已经完全崩塌 并退回婴儿时期 整天像个智障一样傻笑 随地撒尿 大便 或是在墙角打手枪 这种被绑起来的独立囚禁 只有最恶名昭彰的军事监狱 或劳改营才会被采用 但依然学校所施行的对象 仅仅是一名学生 刑罚三 还 还是所有学生最害怕的惩罚 还表面上是搏击圈 但实际上 用围殴形容会更贴切 受罚学生会站在擂台中央 与另外三名担任拳击手的同学对打 那三名拳击手 可中途换人和休息 但受罚的同学 只能站在中央 不间断地接受着挨打 持续时间以半天起跳 就算你再怎么厉害 也不可能撑得过三四轮的围殴 更恐怖的是 校方为了确保拳击手们 不会手下留情 对拳击手的选择 全部都是和受罚学生 有责任关联的人 例如 某学生趁众人熟睡时 偷溜出去 直到被大门守卫发现才被抓 那么负责监视 该学生睡觉的调留者 甚至连带睡在旁边的学生 也要受到惩罚 被莫名惩罚 令他们对他产生恨意 以至上擂台后 会把自己的暴力给合理化 被送入环的学生多不胜数 全部人都在下台时 身受重伤与精神疲累 有的甚至会赔上性命 1982年12月27日 15岁的菲尔·威廉姆斯 因为对劳师回嘴 而被送到环里 最后他因为承受不住 持续半日的殴打 而被活活打死 可是校方却向菲尔的家长辩称 他死于脑洞脉瘤 该事件一直被艺兰学校隐瞒 直到十多年后 才在法庭水落石出 既然发生那么荒谬的事 学生为何不试图向外界联系呢 原因很简单 他们连向外界求援的机会都没有 新生没有联络外界的权利 若你想寄信或收信 需要参加为期八个月的书写课程 要打电话 就必须再参加其他课程 而且信件与电话均受到监控 信件至少得被审核三四次才能寄出 打电话时 老师随时有权利切断你的通话 学生们就在被隔离环境 荒谬校规与致死惩罚的夹击下 生理与心理的防信被逐一击溃 最后 变得毫无保留地 接受艺兰学校无理的一切 认定这些如同邪点般的罪恶 都是正确的 但你知道吗 我们刚刚提到的一切 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艺兰学校里面 还有更多未被挖掘 或是正被爆料出的罪恶 追根究底 为什么艺兰学校 懂得使用如此恐怖的 心理操控技术呢 原来 艺兰学校的校长 乔·李奇 曾是西兰农的教徒 西兰农被誉为 美国最危险和暴力的极端邪教 他以戒酒和更生作为目的 来招收门徒 接着 再透过封闭环境 生活监控来进行洗脑 最后 被美国政府以逃税 和洗黑钱之名扑灭 乔洞查出西兰农的洗脑方式 并希望创办一所学校 为此 他还去认识了专门研究 青少年行为矫正的心理学家 杰拉尔德·戴维森 并且向他提出 艺兰学校的方案 杰拉尔德认为 艺兰学校是个绝佳的实验机会 而乔则将艺兰学校 作为赚钱工具 两人一拍即合 便开办了这所邪典学校 荒谬的是 这样的乔 除了致富以外 还被大众视为 济世教育家 直到救生团结起来揭穿他 终于可以用法律 惩罚这个恶人时 乔被诊断出 费安莫期 并且 在海未来的及受审 便匆匆离世了 而这所邪典学校 也在2011年迎来了倒闭的结局